各位大家好 又是空中飛人這個系列的活動來了 那我們這次空中飛人呢 有一些球員 可以在我們今日live頁面遊玩 並且完成合成之後就可以拿到空中飛人的球員了 那這次大隻呢是沒有拿過灌籃大賽冠軍的Aaron Golden 然後還有這個 內線得分的加成 內線得分加成好像跟上一季空中飛人好像 有一點落差 他好像有削弱的這個 這個加成的數目 所以改成內線得分這個項目 有拿到的人應該大概可以比對一下看一下他是加什麼相關的 反正我知道一定有加灌籃這個這個項目就對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他這邊沒有寫活動結束 是什麼時候 但根據以往經驗呢應該是跟我們玩家只選同一個時間一起結束 所以我推測是八天的部分 那假設是八天的話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可以合到誰哈 在今日live頁面 那基本上每天就是玩五關嘛 你要多 額外花250體力來玩的話 就可以拿到五枚的灌籃代幣 還有一些球員這樣子 那如果是八天的話在這邊免費可以拿到四十枚 最多可以拿到四十枚 那再看一下我們 商店的部分 這邊每天還可以再多兩枚 所以推測可能是 呃五十枚左右 四十再加十枚 所以是五十枚 那五十枚的部分的話 我們基本上最遠可以拿到 欸 Daryl Jones Jr 那如果你要簡單一點的話就拿這個Stanley 然後 這一張 Pat Cunnington 他彈跳力有不錯嗎我怎麼記得他算射手吧 公路隊把他當射手再用吧 那這一張的話應該也集了到八六 不過現在你各位用得到八六嗎 好像用不太到 這還是OB Topping 去年的 亞軍吧 他輸給那個 拓荒者的Simon 好假設你有換任何一張的話 就會給你 這個 一些球員 還有 一個 騰空代幣 騰空代幣就是要拿來合成 Aaron Golden的 Aaron Golden這張就是要課金啦 基本上免費的話我看一下應該就前三張有機會 但是免費也只能換到一張啦 各位就選一張喜歡的來換 來看一下成就部分這次送 魔術隊的球衣 又是這個神射手加成的部分 空中飛人的球衣 那我們就收集一名空中飛人球員就可以 完成了 那商店還有一些 特別的球員 像是這一包啦 Tracy McGrady跟 Squad Webb 168公分 168公分 這是商店的大使 OK 87總評 喔那這次空中飛人就跟 之前的短波動作廠一樣 各位就 有一例就擠一下吧 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 掰掰